使徒行传第五章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萨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淫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淫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 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 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 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啊,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主借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难带予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乌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成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撒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尖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叫其工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间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异到了, 不见他们在尖里, 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极致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 清理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间里的人, 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异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报,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工会的人听见, 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复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 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优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挡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路,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